有句老话叫龙生九子各不相同 就说往往是关系有血缘的这种 很近的兄弟姐妹脾气不一样 那西游记里边呢 提到了这个龙生九子的一个儿子 就是龙生九子里的老六 他的名字呢叫碧戏 三个背字 这边是尸体尸底下一个背字 是什么呢 其实大伙都看得亡不脱是非 所以你不少的古建筑人 都有那上边一个大石碑 下边有一个王八在那拖着 就乌龟拖着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乌龟呢 我告诉大家 你可千万别认错了 这个不是乌龟 这个就是龙生九子里的老六 叫碧戏 比如说我看着就跟乌龟一样啊 硬壳四个爪脑袋一身 你仔细看看它有个区别 这个碧戏和乌龟的区别是什么呢 您听好了 碧戏 这嘴里有一排牙 你见过乌龟那排牙露出来吗 碧戏有一排牙 乌龟没有 这是最细致的一个区别 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 那么说说这龙生九子呢 咱很多朋友听说都以为是比喻 其实不是 在我们古代的神话体系里面呢 龙确实有九个儿子 而且九个儿子是九样 可以说千奇百怪 每个都非常有特点 咱们刚才说那个碧戏不就是像乌龟托石碑吗 在民间传播很广泛吗 宋青狼呢怎么唱呢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送到了大门北呀 一抬头我就看见了一个王八托石碑 你看在民间流传很广泛 那么他其他的几个儿子呢 在民间也很广泛 只不过呢 你可能不认识 叫不出名了 我跟你说说啊 龙生九子 大儿子老大 老大呢 叫球牛 哎 球犯的球 老牛牛 球牛 这个球牛喜欢什么呢 喜欢音乐 所以你中国古代的琴头上本啊 往往就是 弹这个琴上头 都有一个球牛的像 你要想找他的形象 到那找 他喜欢音乐 这是大儿子 二儿子叫什么呢 叫牙字 说哪俩字呢 您知道有个成语叫牙字必报吗 哎 你就琢磨琢磨 这老二不是好玩 为啥 天性好斗 牙字必报吗 那他的形象搁在哪呢 搁在刀剑的剑坝上 哎 好跟人争斗吗 好打仗吗 所以牙字 是二儿子 老三呢 这是跟咱们前面说的那些 他开始不一样了 老三叫嘲讽 嘲笑的嘲 寡大疯的疯 他是个干嘛呢 一仗队队长 你要在中国古代建筑上啊 什么墙角啊 这个宫殿前面那台阶上啊 房檐两边啊 经常能看到嘲讽 领头一个石兽 后边什么像狮子 像马像牛 一堆排成一排 他就是那一仗队队长 他叫嘲讽 这是龙的三儿子 这龙的四儿子 叫扑劳 扑劳在哪能看着呢 钟上面 就挂着那钟 在那钟钮上刻着扑劳的形象 这扑劳愿意啥呢 愿意大喊大叫 而且呢 他最怕海里的鲸鱼 所以你看 大钟上面 有扑劳的形象 然后敲钟那个钮啊 就那个 前面这杠 钟唇 钟唇顶上就是个鲸鱼头 这鲸鱼过来 他吓得一叫唤 所以敲钟的声音非常响 哎 这是四儿子 五儿子叫什么呢 叫酸泥 酸泥呢 其实就是形象 特别像狮子 所以他形象经常被用在呢 佛教的一些用品上 你像佛里头的座位啊 佛像下边的雕塑啊 还包括什么呢 香炉上头 为啥呢 这酸泥喜欢烟火 就吞云吐 跟现在说尹君子 好抽两口 哎 所以把他的形象 经常搁在香炉上 吞云吐 六儿子呢 就是咱刚才说这个 碧溪 就是王不托是非 七儿子呢 叫碧暗 干嘛呢 最喜欢打暴平 给人断官司 所以他的形象 被经常搁在监狱 那个牢房门口 那个环后头那雕塑 那就是碧暗 八儿子呢 叫傅溪 这傅溪跟碧溪啊 他俩是配一套 这傅溪呢 是龙的儿子里边 比较有文化的 文化人 愿意干嘛呢 这不是 碧溪拖着石碑吗 这石碑上面 刻各种文字 这傅溪呢 这龙形吗 两边缠绕着 雕刻在文字旁边 表示我陪伴着 这个蛇灿莲花 一般的文字 哎 所以这傅溪 是个文化人 那么最小的老九呢 叫痴吻 何谓痴吻呢 他是一个吞水兽 往往出现在呢 建筑物的房顶上 干嘛呢 躲火 万一有火灾 这野兽据说 嘴特别大 吞些海水 能吐出来 一下子把火就给灭了 所以这痴吻 能灭火 可现在说 就是消防队队员 你看这龙生九子 都有多不相同 九儿子九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有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我们的古代典籍记载 说龙啊 龙性最淫 就龙生活作风不好 跟什么动物都能配 什么异性他都不拒绝 所以你跟猪配啊 跟牛配啊 他生的儿子 当然就不一样了 这基因的问题吗 所以龙生九子 在于龙性最淫 所以咱们很多朋友说 拿龙当中华民族的图腾 你得好好想好了 那可不完全都是好事啊 其实龙在一定程度上 也象征着 封建专制王朝的残暴 和穷奢局